花林县府宗教预算超越其他人口数较多的县市 而花林县府年度预算相当少 如何使用在人民需要的地方 希望在宗教预算中必须合理编列 在二三读会中审阅预算时相当多的议员提出质疑 希望县府在提出预算时必须自行调整预算 不要等到二三读会中被讨论或删除 今日的二三读会中最具争议的民政处花林县各寺庙宗教团体 办理进化人性预算以及五教祭天活动 县议员杨华梅指出宗教预算可以适可而止 逐年增加宗教预算是其他县市多出一倍 比起台东的四百多万 台北跟宜兰两千多万 花林远远超过其他县市 这从我们第十九届上来之后 它其实在预算上的编列 大概逐年都在增加 到去年在边今年一百一十一年的时候 是到达了八千多万 比如说跟台东县相较的话 台东县是四百多万 那宜兰跟台北也大概两三千万 那花林是远远超过其他县市 不管是人口数比较多等等 或者它的财政比较宽裕的这些县市 大概都是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预算 那这件事情就要回到说 到底我们常常说我们是穷县 我们的预算 我们的钱很少 那既然钱很少就要量入为出 县议员庄之财也表示 花林县议会并没有阻挡任何的宗教预算 只是希望在编列预算时 能够详列预算的使用方式 而且我们知道排了这么多的宗教经位以外 会排挤其他的预算 而且大家都知道 花林县政的财政非常的节肌 你像每一年都编了这么七八千万的经位 来补制这些公庙 会排挤其他我们需要的建设 会排挤其他我们社会的福利 所以每一年我们都提出来 但是早上却有多位公庙主委手持 支持县政府宗教奖励不住 大致排抗议 潘兴公庙主委否认有被县府动员 但另一位邓兴公庙主委承认说 有接到县府电话 是要来讨论宗教预算怎么编 倒是没有什么动员 我们是自发性的 为了我们整个宗教 我们支持花林县政府整个宗教的预算 也希望说我们县府县议员们大人们 能多多帮忙我们基层 一个宗教的困难点 以及我们交化人心的一个重点 盘兴公庙主委也强调预算不是不能审 合情合理的都会接受 但是独挑宗教不审 就是伤害 强调投票日将连同宗教团体成员 投下神圣的一票 记者林杰 花林市采访报道